就是已經做好三個動作 三件事 然後再來就是在這邊把程式碼放過來 不過放過來 最簡單的方法 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就把它Copy貼上 是不是全部就OK了呢 實際上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用 不過少部分不能用 Juption Pen就不能用 因為它是Java X 它不是Java的標準套件 是延伸套件 所以這個東西Copy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Android它有沒有支援呢 貼上就知道了 貼上去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馬上出問題 它偵測不到 因為在Android裡面它不支援Swing 所以你Swing放進來會產生錯誤 那怎麼辦呢 只好怎樣 割 把它怎樣 忍痛把它割掉了 但是割掉之後 那沒辦法把它秀出來 那怎麼辦呢 要秀在哪裡 所以這邊的話是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把它OK 那其他的話呢 我看一下Dissimo Format 可不可以呢 Dissimo Format 可以為什麼 因為它是Java的標準套件 Test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OK沒問題 那那個Java Champagne就不行 OK 所以呢我們秀 城市跑完之後呢 就不能秀 那所以要秀在哪裡 秀最簡單的就是Tosser Tosser 吐司 Tosser 那吐司 這個東西很妙 為什麼 因為它完全不需要宣告 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因為它已經預載了 所以呢你不用 你只要Tosser 很簡單 點 點什麼呢 點 MagTest 很簡單 點一下Tosser 很好記嘛 點MagTest 然後呢 要在哪邊秀 其實喔 你只要選哪一個呢 第二個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Context就是 我們要在哪一個畫面上面顯示 那其實呢 它會自己去Get 自己去抓 抓到那個畫面控制器 就是現在的這個 Attivity 就自動會去抓到 實際上如果你打List 打List也可以啦 或者打那個 我們的Class名稱點List 好像也可以 你們可以試試看 一般我的習慣最簡單 就是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完全不用背 然後呢 在Test是什麼呢 要顯示的訊息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S嘛 對不對 我們有